而目前的英国保守党领袖选举的计票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有关投票方面的最新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路透社王子新从英国带来的报道 我目前所在的位置是英国保守党总部 英国保守党党魁的投票工作已经结束 而这16万张选票正在我身后的办公楼紧锣密鼓的统计当中 最终的结果将会在7月23号周二一早公布 而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 鲍里斯约翰逊士一路领先 离唐宁街10号越来越近 就连另一位候选人杰利米亨特也表示说 如果败选他愿意为约翰逊的内阁工作 欧盟方面的态度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例如德国总理默克尔在18号就表示 即使英国脱离欧盟也将是重要的合作伙伴 欧盟方面19号就表示 愿意将无协议脱欧的时间延长至10月31号以后 显然欧盟方面是越来越担心 无协议脱欧的情况可能会发生 外界就猜测一旦鲍里斯上台将会采取 比较激进的经济政策主张 进而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 我们就看到过去两周英镑汇率在不断地承压 不过无协议脱欧绝非易事面临着多重的阻碍 像近期就有多位的保守党高层官员表示 一旦无协议脱欧他们将会辞职 另外议会也可能会对新一任的首相发起 不信任投票继而触发提前大选 Britain leaves without a deal I would say the chances of that are bigger or that would be very messy And the other possibility is that they postpone the whole thing for another six months or a year while they try to decide what they want to do And I would actually say that's probably the most likely outcome Britain leaves without a deal